大家好,我是機支 今天的電影543要聊的電影是 不可能任務3 以前對這集的印象還不差 而且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動作場景 而是湯姆庫茲在上海邊奔馳邊大喊 走開!走開! 今年重看完只覺得比上一集好太多了 而且看過後面的四五六集 再回頭看這一集會覺得更好看 不可能任務3的籌備過程不但換過導演 演員也換了好幾個 加上湯姆庫茲因為衝到世界大戰檔期 不可能任務3的上映日期只好一言再言 原本預計2004上映的電影就這樣延到2006才能上映 上映之後可能受到前一集的負貧拖累 加上湯姆庫茲已經過了人氣巔峰 導致最後的票房差強人意 只能說這部片一路走來真的是一波三折 那看看這系列的現況 就把第三集當作是起跳前的深蹲吧 回到電影的故事 Ethan Hunt為了跟未婚妻過著單純的生活 決定從第一線的探員退下並轉任教官 但隨著他的得意門生陷入危機 他也選擇從出江湖 你可能會想問女友是不是上一集的女角 只能說很可惜 上集那位花瓶開拍前就表示不回鍋 官方只好安排了一位不知從哪邊出現的新未婚妻 至於Ethan在故事中跟前花瓶女友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官方也完全沒有打算解釋的意思 觀眾就吞下去就對了 不可能任務3的電影風格跟前面兩集不太一樣 第一集是諜報為主 第二集則是文青耍帥 慢動作為主其他都不重要 第三集則是動作為主 整個故事節奏比前兩集快了許多 動作場景一個接著一個 除了前面綁架目標以外 其餘時間就是看Ethan不斷奔跑 飛眼走壁 表演特技 而這也成為本片被抨擊的點 Ethan實在是太秀了 導致其他隊友在後半段引搏 至於我個人的看法 Ethan確實是很秀沒錯 但其餘隊友的表現其實也不差 戲份雖然不多 但真的是非常稱職的綠葉 再說這集的隊友在怎麼引搏也沒上一集 但我也毫無記憶點的驼受好 第三集的反派應該是目前六集看下來最凶狠的 做幾次來心狠手辣 除了達成目標外還要對讓他吃盡苦頭的人進行報復 但不知道為什麼 故事前半段他明明有自己的武裝部隊 演到電影最後時這些武裝部隊卻全都消失了 最後看Ethan幹掉幾隻雜魚後就挑戰大魔王了 反派的個性依舊可怕沒錯 但在能力上卻莫名其妙的落化 最後導致整個故事看起來有點虎頭蛇味 回到不可能的任務第一集 在電影的後面Ethan就決定不幹探員了 只是在結尾被INF硬找回來 本片的開頭Ethan也選擇退居幕後 他想過純樸的生活並跟老婆白頭偕老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加上Ethan還是有無法自身事外的衝動 最後都導致他回到戰場上 而這次的反派就是抓住了這個弱點 讓觀眾清楚看到Ethan脆弱崩潰的一面 但就像我在第一集影評中說的 這個系列其實就是Ethan的角色成長史 Ethan不斷從錯誤中學習 如果你看完456再回頭來看3 會發現3的故事絕對Ethan影響深遠 包括第四集的結尾 以及為什麼Ethan後來也開始對INF CIA有所防備等等 Ethan的行為模式其實都有脈絡可循的 從不可能的任務3開始 本系列也新增了不少搞笑橋段 除了Roser和Ethan本來就頗幽默以外 一部分原因也跟Simon Peck的編輯加入有關 他在這一集完全是個配角 真的沒想到他日後竟然成為這麼重要的角色 總結這部電影成功改善前一集的缺點 不但節奏加快反派也聰明了不少 除此之外故事也新增了不少幽默元素 以及對Ethan這個角色的刻畫 雖然故事有點虎頭蛇尾 但整體來說還是一部不錯看的動作片 如果你看完456再回頭看第三集 會發現這一集是讓本系列不回正軌的重要里程碑 我自己看完這一集會希望日後會出個Ethan Hunt全傳就是了 好的 今天的電影543就到這邊 我是忌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